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週末在賓夕凡尼亞州出席競選集會的時候 遭遇槍擊又已被射中 現在已經沒有大礙 並且將會按照原定計劃 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到底今次槍擊事件 會不會有利特朗普的選情呢 而現任總統拜登就在上星期的 北約峰會發言當中 表現再次令人失望 在此消彼獎的情況之下 美國最新的選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地緣政治學者 蔡俊威跟我們分析一下 日日歡迎來 Sam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麻煩你的時間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被槍擊 你自己會不會感到意外呢 有沒有想到這些事件會發生在美國呢 其實在美國可能有槍擊案 又或者本身兩大黨 這種撕裂激化的情況 都是日益嚴重 亦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本身在美國這種政黨之間的衝突 其實都時有發生的 但去到有企圖暗殺的情況發生 其實要數上一次都要四十多年前 所以這個也是近代來說 當選過美國總統的人 也在參選當中再次有暗殺企圖而受傷 也是一個僅有的事情 事件當然仍然調查當中 可能是一個偶發性 或者是單單針對特朗普本人 但是也有些人會擔心 其實這次會不會顯示出 美國民眾反極有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呢 其實我們也看回 我們在這個槍擊暗殺之前一個月 其實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 都做了一些調查 正正在調查裡面 也都見得到美國的民眾裡面 兩邊陣營都是 我們說的是同意 以暴力來去反對特朗普 以及以暴力來去支持特朗普 其實都有不少的支持 換言之見得到在美國的情況裡面 這種激化只會進一步會發生的 尤其是雙方陣營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分歧 包括共和黨的支持者陣營 也都是將這件事件 以及之前一系列的事件 對於特朗普的一些司法的檢控等等 形容為一種政治迫害 而民主黨方面也都希望 用這種方式理解特朗普的陣營 是一個萬一他再當選 其實是一個會改變我們美國 比較穩定的民主制度的一個破壞者 所以雙方這種不能愉悅的分歧 在接下來只會是越來越激化 其實這次的事件 我自己個人令我即時聯想到 台灣的陳水扁事件 你覺得這次的槍擊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的選情特別 即是陳水扁的事件 即時改變了整個選情 你覺得會不會對特朗普更加有利 即使兩個人都未獲得黨內的正式提名 的確他一定是對他的選舉有極大的幫助 可以說尤其是剛好這個是時機時勢的問題 就是在這麼混亂的狀態 都被美聯社收集攝影師 Evan Fucci拍到一張可以說是近代歷史 裡面很重要的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裡面也都見得到特朗普非常鎮定 即使面對這樣的暗殺企圖的情況 他心理質素很強 都還可以共起來 就是騙權可以鼓動民心的 那麼這些種種情況 也都是加強了大家對於特朗普的信任的 那麼我們見得到 在美國裡面一些知識分子等等 其實也都已經開始有一種的看法 就是覺得特朗普反映出來的這種精神面貌 是一個領導者 或者是一個危機時刻的領導者 一個能夠答當的人 那麼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整個大小都是共和黨 肯定藉著今次的槍擊案 繼續向前去作為整個選舉運動去用 而也都見得到特朗普 今次似乎他的公關團隊 和選舉團隊聰明了很多 即是他接下來 也都不會將這件事激化 反而是借這個機會去講美國團結 用這個方向 其實似乎是幫助特朗普 能夠吸納到更加多 中間比較溫和的支持 也是此消彼長 今次的槍擊事件 可能會對特朗普有益有利 但是剛剛結束的北約峰會 對拜登影響也不少 他多次的言論失誤 令到更加多人擔心 他的正式提名或者之後選情 都會受到影響 會不會呢 是的 這個月 現在正正是共和黨 全國黨大會 下個月就是民主黨 現在的變數 反而在共和黨這邊 沒有什麼大的變數 都很肯定特朗普 會拿到提名 正式代表共和黨去參選 而且他在今次槍擊的地區 是一個宜拜州份裏面很重要的 在再有選舉的地方 這些都是有利特朗普的 而民主黨方面 其實也都 情況相反 正正相反 就是在北約峰會裏面 就是拜登再次失言 也都其實沒有一個理由 就是上一次辯論的時候 都還有一個藉口 就是說他病了 可能吃了藥就是不舒服 但是現在去到北約峰會 就是那個頻頻失言的情況 都挺嚴重的 所以現在看到很重要 取決於幾個因素 就是拜登和他的家族背景的集團 究竟會不會棄選 而現在看到支持拜登的背後 一些主要的金主 到民主黨內一些重要的人物 包括奧巴馬或者一些黨內重要的人物的時候 他們的發言都很重要 似乎現在對於拜登 逼他退選的壓力是很大的 但是民主黨最大的隱憂就是 他基本上 之前就是過往這麼多年的歷史 就是以百年計的歷史來講 現任的總統 去宣佈有意繼續各族參選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可以繼續參選的 就是沒有什麼人會挑戰這個人的地位 現在沒有一個正式程序 有一個明確一點 是能夠舉足輕重的人 可以代表到民主黨出選 最重要的那個位置 就是因為現在選舉的campaign裡面 拜登和賀錦麗的團隊 他們籌款回來的錢 現在的機制是轉換不到他另一個人 就是如果賀錦麗是成為 最有可能是 就是在成計那個campaign以下來的 那些 donation 繼續去參選 但是這個不是大家熟意的 那最大的可能性會是怎樣 雖然有這麼多的辯訊 最大的可能性會出現什麼 你覺得 最主要就是現在取決於民主黨內重要的人物 究竟能不能夠磋傷得到一個人 可以代表得到拜登 如果不是 就是拜登會繼續出選的機會會大 除非好像拜登那個失言 或者有一個健康的情況 是更加明確地令到他在接下來的參選 根本不可能的情況 那就可能真的要被迫滿人 謝謝 時間關係了 今天和你談到這裡 似乎未來的一兩個月裡 都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都要密切留意最新的發展 謝謝阿清今天和你作出的分析 有機會再來請教你 謝謝 謝謝 好 再見 剛才是和地緣政治學者蔡俊威 和我們分析一下 特朗普週末遭遇槍擊 對最新選情的影響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